大家好,我是阿里,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土豆炒肉丝 土豆改刀切成丝 切好的土豆放入清水中 加少许的白醋 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准备猪瘦肉150克切成丝 切好的肉丝,加少许的盐 鸡精 生抽 黄酒 加少许的蛋清 这样降出来的肉丝更嫩 朝一个方向搅至上劲 加少许的酸粉,锁住肉丝的水分 加少许的酸辣油,这样炒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准备适量干辣椒 准备10克生姜切成片 一个蒜子切成片 一个葱白切成段 青椒一个切成丝 土豆丝多清洗几遍,炒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锅烧热,加油,滑锅 好了,倒出 锅中加入适量油,下入肉丝 炒至肉丝半白就可以了 好了,倒出 火中加油,下入葱姜蒜炒香 下入干辣椒,炒至10秒钟 下入少量的土豆丝 青椒 大火翻炒 炒至一分钟 一分钟后,下入肉丝 转小火,开始调味 生抽少许 盐 鸡精 白糖少许提鲜 老肉少许,调色 翻炒均匀 出锅前,加少许的成素 增加自己的香味 炒均匀 好了,翻炒 装开